這兩個小朋友是同一個人 他是英國五歲男童愛忽瑞 愛忽瑞在三歲時 有一天突然間跟媽媽說我是一個女孩 之後就開始留長頭髮 穿女生衣 還企圖割下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官 當人家說他是男生時 他會大哭 醫生說愛忽瑞患有性別障礙認同症 無法接受自己的性別 目前他已經開始上學 但仍然堅持著穿女生校服 媽媽希望兒子可以儘快康復 不過同事又不敢逼得他太緊 希望他可以過一個開心的生活